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每次互动都是去横越做越好的动力 爱情不分国际和年岁的 青春年少的爱情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有着激情澎湃的热情 而在日渐老去的岁月里 也会有美好的夕阳黄昏恋那般 斜勇的温馨会让人沉醉 生活里很多男人到了一定的年岁 还是喜欢去追求比自己小很多的女人 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男人的魅力 而上了年纪的女人和比自己小的男人在一起 很多时候都不会被看好 红颜易老 大多数人觉得女人比男人小些的感情会更长久些 对于女人找个小男朋友都会觉得女人要吃亏的 因为女人总是要谦让男人的时候多 今年58岁独居多年的赵姐就说 什么老牛吃嫩草啊 不过是年岁大些的女人 跟年岁小些的男人之间的一场虚伪的欺骗而已 上过当吃过亏就会记住教训了 那么赵姐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感情纠葛 让她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故事 青素人 58岁独居的赵姐 我今年58岁了 离异多年 独生儿子跟前夫都在南方定居生活 我现在是一个人独居过日子 已经退休了八年 不再相信还有什么真正的感情了 一个人的日子也很不错 我和前夫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离婚的 那年儿子高考完 前夫就说 自己在南方已经有了新婚 为了儿子一直隐忍着 现在儿子也考到了南方 我们的婚姻可以解体了 其实在这之前 我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了这些 前夫将自己的生意转向南方 而且还在南方买了房 我就已经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前夫对我还算有些情意 把我们居住的这套三居室的房子 过户到我一个人的名下后 还给了我一笔养老钱 跟前夫的离婚 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撕扯 因为我知道 前夫一直对我很好 是我自己跟不上前夫的脚步 在他的生意上帮不上什么忙 前夫的新婚 是当地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 对他的生意很有帮助 所以对于前夫提出来的离婚 我还是没有多少恨 他对我也算是不错的 每月的家用 以及儿子的一切开销都是他负责 我上班的工资自己拿着花就好 前夫离开了我 儿子也去了南方上学 家里一下子就剩下我一个人 最初的时候很是冷清 自己的心情也非常的失落 每天上班后的时光 我都是一个人在家 安静地看书或者追剧 谁叫出去都不参加 那时很多人以为 我是高年期抑郁症了 其实不过是躲在家里 自己疗伤罢了 退休后我的生活更为简单 每天早晨去广场散步锻炼后 就是一天在家悠闲地待着 看看书追追剧 偶尔会在网上跟儿子打个招呼 闲聊几句 儿子有了孩子 也不需要我去帮忙 我感觉自己的日子 越过越孤独寂寞 我在广场队伍里 认识了一个比我小七岁的男人 他每天晚上在广场 带着很多人跳花式跳绳 最初我是被他们快节奏的音乐 和花式跳绳吸引 后来我也买了跳绳 加入他们的队伍里 每天晚上必到 偶尔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玩到很晚 最初大家以为我也不到五十岁 可那时我已经五十五了 也许是因为天生一张娃娃脸 和经常锻炼的缘故 所以我显得比同龄人小那么一点 李斯明是我们这个队伍里的领队 那年四十二岁 比我整整小了十三岁 可他总说 看着我比他还小 也许这就是女人的心思 不论多大年纪 只要有人夸奖自己年轻 就晕得找不到北了 我们在一起参加过几次活动 彼此熟悉了以后 就相互加了微信 他对我很好 也很上心 有时周末的时候 会提前约我出去游玩 有时是跟着一群人 一起去度假村玩两天 有时去周边的山里居住两天 最初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是一个离异的男人 还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当时我还想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有意思 能够走到一起 也算是一件好事 随着我们交往的加深 他会经常跟我诉苦 将他内心的不得志 他说自己有很多好的创意 只是没有人相信他会成功 也没有人愿意为他投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总会用美好的语言 描绘着美好的明天 我也是经不住他的诱惑 在他一次次的温存下沦落 把自己手里的那点积蓄 慢慢地补贴给了他 直到有天我在商场 无意间看到他 陪着一个年轻的女孩 买裙子的时候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傻 所谓的老牛吃嫩草 都是一场欺骗 我只不过用自己的养老钱 来维系着我们两个人的欢愉 而非我内心里想象的那般美好 我没有过去和他吵架 而是用手机 把他们的亲密记录了下来 发给了他 我就看他如何解释 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一句解释的话语都没有 还直接把我拉黑了 晚上我们在广场相聚一起跳绳的时候 我想问他 可女人的自尊和羞耻心 让我欲言又止 我放弃了去质问他 因为他的表现就已经告诉我 一切不过彼此各取所需罢了 他需要我的经济支持 而我需要他年轻的身体而已 我们在一起快乐过 但最终还是伤了我的心 伤了我的深情 有时候 我就想那些电视里说的 女人比男人大好多岁数 走到一起的 真的就过得那么幸福吗 通过这次的恋情 让我深深地明白了 人到晚年 千万不要去期待什么美好的黄昏恋 尤其不要太高估自己的魅力 没有物质基础的诱惑 哪个男人愿意找个妈相爱的呢 在往后的日子里 还是安静地享受生活吧 该锻炼的时候就去锻炼 该喝茶的时候 就享受茶的清美 再也不要相信所谓的爱情 听完以上赵姐的叙述 只横想说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成世间的感情 只有在青春年少时没有利益 剩下的年纪里 想要真正的感情相伴 没有利益平衡的对等 谁也不会付出真心 成年人婚姻里的合适 是彼此的对等 也是利益相互交换的对手 没有这些 也就不存在感情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与比自己小很多的人之间的感情 没有纯粹的爱情 只有利益的交易 所谓的老年吃嫩草也是一样的 没有利益之间的交换 就是一场欺骗 最终总会有人在这场欺骗李生的体无完肤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之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